31 这个字呢 这是古字 现在字呢 就是 财虎 财虎 我们 这个财虎呢 是 邵阳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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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金芒里面用的很多 脚财虎啊大财虎财虎用的非常的多 他 张仲敬认为是他是半表属于半表半理的药 半表半理的药 比如说 胃 皮 正是礼 这是 表礼 阴阳 那 这两个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中间存在的就是所谓的 半表半理 所以半表半理是不单单是存在肝胆 半表半理 半表半理 存在所有的 这个脏腑的表里 比如说 肺根大肠表里 那你为什么肺根大肠表里呢 因为中间有半表半理的玄阶 那我们用的第一可能是三交系统 或者什么样 诸如此类的 这个 财虎呢 主要就是 专门治疗在病在 半表半理之间 好 这个药 那 他的胃呢 苦味 好 苦能够泄 能够造 能够煎 也是苦味 那财虎呢 金方 我们常常用在酥干上面 酥 我用肝是木嘛 要酥 要多多酥木 木 木一定要酥 木不能太育 树木如果树枝长太多 果子长得很密 这个果子不能吃的 要把那个枝干剪掉 让它里面能够 太阳光能够进去 空气能够流通进去 长得就会很好 肝木要磁肠要酥的 你不能那个木长得太冒 太 太郁闷在里面 这以后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治肝病的 主要的 药物 财虎 好 那你财虎到你不用说 你不用说开什么 五前一两 因为它是进入三交零八系统 所以一般我们的剂量 开个三前 像我这种开三前 像他 像你小朋友的 小孩子的话 开一前 像在我跟小朋友中间的话 那小孩子开了两前 对不对 尽量去看他的体格大小 眼睛看他OK 这样开出来 尽量就这样来着 你不用去蚕死板 你说像西医这个做的 也是很厉害 麻醉机 那看你多少多重 因为那个东西毒药嘛 当然做这个剂量啊 看你要多少打进去 中药无所谓 你稍微多一点 稍微少一点 人不会有事 不会没关系 所以寒热邪气 像你看他扁军原文 推陈至新 那这个 这个财虎呢 最主要的 呈现的症状 半表半理的症状就是 往来寒热 病人忽 回来一下感觉冷一下 感觉热 忽冷忽热的现象 我们都会使用 好 财虎 因为病人有时候冷有时候热 讲的是半表半理之间 所以半表半理就是 往来寒热 好 往来寒热用 主治 你看好 我们财虎会发表清热的耀耀 功能散三胶肝胆租金的热邪 至于热邪 至寒热虐急口苦耳聋 头炫 好 头痛 这个悬晕 好 我们 这个路 邵阳在 学个针就知道 旁边的偏头痛 好 邵阳的头痛 好 所以我们就用 财虎 好 旁边两侧的 好 太阳经啊 胆经这样子过去 好 我们都用这个财虎 财虎 所以他是治 寒热病结的 药药 曾泉这里讲得很好 他第一个 牢热 古增 繁腾 一般人呢 牢 什么叫牢 牢症的 表面上看的时候 病人 再怎么吃 再怎么 营养的吃下去 瘦 它不会烫 然后平常 体力很差 这就是 老 已经是老了 起因呢 可能是 癌症做完化疗 可能是 他 这个 一直在做 劳力的工作 好 比如说 我的工作是在 黄河旁边 这个 做这个 这个 渡 黄河 要那个 那个渡 渡轮嘛 以前没有 以前 人家拉过去 然后 拉过来拉过去拉过去就带了很多可能 然后 有些人看嘛 汗就跳到黄河里面去洗澡 喜欢再跑上来对不对 然后多化疗疗以后 劳症 病由 劳力工作做才过度 产生的 那有很多原因产生的劳 劳症 出现了以后呢 就会产生骨针 骨针啊 所以 我们在治疗骨针 骨针啊 都会发现 都是 因劳病了 劳病而来的 那 骨头里面本来是 骨是 骨髓是在 身藏在里面 骨头里面有羊 是藏在里面 不出来的 这个羊 如果往外散的时候 就是骨针 病人就告诉你 我是骨头热啊 他怎么讲得出来 他自己感觉得到 这是骨头热 那 财狐 势必要使用的 骨针 那这种人都会有反腾 很多的 好 疼痛 肌肉啊 关节啊 到处会痛 好 所以你看一个人呢 行瘦 脉大 血脉都变得很大 疲劳没有力量 人倦怠无力 就已经 就已经可以看出来 是骨针 反腾 成长肌肉很多痛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好 那在《黄帝内经》里面讲 面色轻的 主的是痛 对不对 所以你一样 一看眼睛一看 那脸色轻的 知道他里面很痛 那痛的时候 这个 再加上人瘦 好 怎么吃之处放 就是所谓的骨针 好 劳症 好 财虎 那单组都可以 单组都可以 那 备药 像《北朝备药》里面说 这个《沙上斜热》 热结 那个 虚劳积热 十二斤热 这个十二斤热 共同连翘 有一点不一样 好 我们连翘是连翘 好 跟《财户》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本朝备药》的 我们要稍微稍微修正一下 那 连翘 金方里面 我们有连翘 赤小豆 它是一个毒瘾 一个处方 那连翘 一般我们使用在 皮肤有发 婴疹 发阳疹 皮肤有 过敏 我们会使用到连翘 那财虎呢 倒是不是 财虎我们是 里面 身体里面的 一般 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气来说 可能是淋巴系统 或者是这个 内分泌系统 产生的不平衡 我们会用到 中医长 鲁三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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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星胞的 都可以用到财虎 这稍微不通 不太一样 那 唐龙川这个解释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最重要 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财虎 唐龙川是当时 他清朝末年 他那个 庚子赔款的时候 去的 那个 到美国 到国外去学的 西医的 回来研究中医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财虎呢 就来自 子床 这个子童啊 子童 就从那个四川的子童来 那当时的时候没有 现在都是从子童来 那市面上的确是有银财虎 那银财虎呢 色白 黄 色黄白 而且比较大 那热在银财虎 一定要靠这个银财虎 所以其他的 我们一般用的财虎 就是财虎 你用到银针的时候 如果热很重 在骨头上的话 银财虎比我们财虎还好用 那 要针 就是胸财虎苦满 往来寒热 那这个部分我们再介绍 伤痕论 如果介绍得到 胸财虎苦满 因为财虎是入绍阳 绍阳是胆 跟肝 肝胆的时候 我们人身体是这样子 就是上 就是肝胆这个地方 所以中胶的地方 肋骨的周围 所以病人会有胸财虎满 的现象 中胶的地方 中胶 中胶的地方 刚刚好肝脏 胆在这边 肝胆脾胃 中胶 都是胸血苦满的现象的时候 所以我们过去呢 经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病人只要听 往来寒热 忽冷忽热的现象 忽冷忽热的现象 我们有时候会用到 桂枝麻花各半糖 有时候忽冷忽热 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到 病人陈述恶心 恶心 恶心 那就是财虎了 还有就是胸血苦满 一定是财虎 就是两肋之间 这个非常的 胀满 我们会用到财虎 那所有的 肝病 我们只要遇到肝定 肝的问题 胆的问题 脾胀的问题 胰胀的问题 我们都会考虑用到财虎 那我们治疗肝病 我治疗肝病 不管是B肝或是C肝 到现在都是用财虎 肝癌肝硬化都会用到财虎的 所以财虎是很好 缆结石我们也会用到财虎 那当然配合其他药什么药 我们再慢慢会陆续介绍给大家 所以财虎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非常的广泛 少阳的药 那禁忌呢 如果是虚人气声呕吐 阴虚火热炎上 这比较不容易了解 其实作为一个简单的 我一个简单的概念给你 过去的中医很喜欢 比如说 这个阳虚 这个阴虚 我们如果诊断出来 它是阳虚 我们不会说 这个药专不自己的阳虚 不是这样子做的 不是这样子做的 是我们要去补阳的药 要让阳气行走的药 同时呢 要有补虚的药 补虚的药 跟行阳的药放在一起 才可以把阳虚 阳虚治好 那你如果说是 老师我是虚热 对不对 所以我一次人生 全身冒 嘴角都破裂了 什么 要怎么办 我要把虚热去掉 我们很少说 开一味药 这个药就可以去 沾去虚热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我们先要把药油 开了补药在里面 把你的虚药补足 然后同时呢 开了去热的药在里面 这个时候虚热就会去掉 这样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常用两个字 或三个字的时候 这个字代表 我们用药的方向 已经知道我们用药的方向 它的组合是什么 你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我们不能说看到虚热 因为药去虚热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补虚跟去热的药 两个药放在一个方子里面 才可以把这个虚热去掉 就好像我讲的 食热 食热 那我们要开去食的药 还有去热的药 两个药要混在一起 才可以把这个食热治好 对不对 你说老师 这个黄情黄连去热 那这个食里面 没有了 这个大黄 大黄去食 黄情黄连去热 这混在一起 就可以把食热去掉 老师举例给你听 当然以后我们三个星期 会介绍给诸位 简单讲的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去认得 每一位药的药性 好 功能就是 目的就在这里 将来能够帮你做加减 好 所以后面的 汪昂讲的这个话很好 凡是邪热痛 凶邪有痛 多属于肝脏 肝旺的问题 都以小才无疼 当然小才无疼 就是金方了 好 那可以加青皮 穿穹啊 白勺 清皮啊 都是行气 这个活血化育的 白勺 那左邪痛 活血行气 右 左边是血嘛 右边呢 右邪痛 以消食行痰 有食肌 档在里面 好 我们说消食行痰 右边的血就是胆的位置 胆子本身就是在 帮我们 好 帮助我们消化 好 所以说因为邪痛 我们要开育 育解育闷在这边 我们用柴虎来解育 好 能够疏肝 好 所以几乎 我们在治疗肝胆方面的 病通通用到柴虎 柴虎用得非常的多 好 量度量度量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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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